基隆市政府112年4月7号 基辅人力一字第11202-14590号令 和派向永才为基隆市消防局长此令 基隆消防局新任局长就职典礼 市长谢国良亲自主持 新任局长向永才正式宣示就职 台下官吏包括议长同志委副议长杨秀玉 是多位议员及各界代表 市长谢国良特别肯定 申请退休前局长陈龙辉 对于基隆救灾救护的贡献 我首先要感谢我们消防局前局长陈龙辉 陈局长在消防局长的任内 任劳任怨专业又认真 从我立委时代三任主命到现在 其实对我们基隆市消防局的业务 帮忙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在这边跟他表示最诚挚 最诚恳的感谢之意 现任局长向永才成立任消防分队长 科长大队长等重要职务 消防之力42年对于火灾风灾 及各类灾害应变都有相当的经验 向局长他是专业的 他是从基层40年来都在消防局 努力认真做事 也曾经跟在座的消防弟兄一样 冒过生命危险 去救火过 出任过这些紧急任务 一路从基层打拼出来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消防员首长 所以他今天来担任这个消防局的局长 是是财是所 那未来我也会赋予他重要的责任跟任务 就是要保护基隆市民 不管是在平时或者是在灾情来时 民众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 这个是作为一个消防局长最重要的任务 所以我相信有过丰沛食物经验的向勇才 我相信他是可以升任这个任务的 另外我们消防局讲究连结透明 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是要跟我们市府所有的同仁 继续共勉励 我想过去这几年都在陈局长的带领之下 那我们消防局也不断的这个努力 进步跟努力 那也非常的辛苦 那照顾我们基隆市的家园 让我们有安居乐业的这个基隆的市民 那我想接任的这个向勇才局长 我们诚挚的祝福 希望这个向勇才局长 在我们这个陈局长的这个建立好的平台之下 继续努力 我相信向大的能力一定没有问题 那我们也祝福向局长 带领我们的消防局继续前进 保护我们的市民安居乐业 而针对消防人力不足 上有20多个缺额 金融市长谢国良允诺 将会逐年编列预算 补足原额 消防相关资源的投入 那其实在还没有就任之前 向大队长就多次的跟我反应 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的人力以及物力 投入在保护市民朋友的生命财产安全 那这一点我也允诺未来 会加强预算的编列 给市民朋友一个更安全的一个环境 那个目前我们基隆市消防局 的编制人数是299 那目前我们只有272 所以相差的有27位同仁 那目前我们的谢市长 他在明年会给我们编5位 然后后年5位 在大后年115年有10位 那个市长他会在近期内 将我们的这些缺额来补足 增加我们的救灾人力 消防局新任局长就职新人新气象 谢国良勤勉新任局长带领团队 继续提升消防救灾能力 来维护金融市民安全 记者黄松明金融报导 谢谢